台北知名的和欢剧团再度来到花莲送温暖 为花莲南区的玉里地区周边有八所小学 带来了集合舞蹈、魔术、杂技特技 还有歌唱活动等精彩丰富内容演出 忠诚国小的小朋友们是被这个表演逗得哈哈大笑 小朋友瞪大眼睛看着台上的大哥哥表演 这时候一只鸟就从表演者手中跑出来 小朋友被逗得哈哈大笑 这是台北知名的和欢剧团 再度回到花莲送温暖 第一次为花莲南区的玉里地区周边的八所小学 带来集合舞蹈、魔术、杂技特技 以及歌唱活动等等精彩丰富的演出内容 我们有踢踏舞、穿剧、便脸 还有立方体、魔术、泡泡秀 还有一些舞蹈、歌唱 我觉得小孩子好热情好热情 那个嗨翻天屋顶都快被掀掉 那站在台上会特别的感动 然后也会更卖力的演出 一直以来在各地教养院、养护中心、特教学校办理工艺巡演的和欢剧团 巡回一眼至今已经迈入第18年 这次和欢剧团特别将集聚意义的第700场次演出安排在花莲演出 希望带给花莲地区的孩子鼓励跟温暖 我本来是想要做一个艺术教学的夏令营或者东令营这样 就成立一个营队 那我想说在做这个营队之前 让学生看看我们的表演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先引起他们的兴趣 还有他们对和欢剧团有所认识之后 我想以后要成立这样的营队会更方便 忠诚国小师生非常感谢和欢剧团 这次将别具意义的第700场次安排在花莲 让学生们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 期待未来和欢剧团的表演能够达1000场 届时也希望可以再次跟和欢剧团共同请祝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